我想在去年的时候 可没有任何人料到 会有一个小小的病毒 几乎把人类的生活完全的改变 大家每天都在看新闻 每天都在为这些数字 在七上八下 但其实我后来 反而在留意一些新闻 我留意的新闻是什么呢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报道上面 其实提到孩子 我想孩子怎么面对这样的状况 他在这样的状况里面 他的心情如何 他的想法如何 他的感受如何 其实是需要特别被关照到的 很多的儿童心理学家 在这段时间不停地在研究 这些被困在家里的孩子 他们发现很多孩子 因为这样开始变得焦虑 变得没有办法抵抗压力 脾气容易暴躁 那我们怎么帮助孩子 去面对这样的负面处境 跟这样子的负面情绪呢 我想这本书 在这个时候显得非常重要 因为这本书 谈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也就是心理学说的觉察 所谓的觉察 其实是跳出来 以一个客观的角度 好好审视自己思维的一种方式 一般人常会觉得说 OK 我想了什么 就代表它是事实 而我的情绪 我的人 我的状态 可能因为我的思想而受到影响 当我的思想是比较负面的时候 我就会忧伤 我就会情绪不好 然后我的思想比较快乐的时候 我想比较快乐的事情 我心情就比较高兴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思想的东西就是真实吗 其实未必 你知道这个是对大人来说 都很难理解的一个心理学的概念 跟心理学的思维模式 但我觉得这个作者非常厉害 他把它用非常浅语的方式 用各种比喻的方式让孩子去了解 什么叫觉察 他用天空来做比喻 你知道天空有各式各样的景象跟变化的样貌 有时候它是一片碧蓝 有时候它就有灰蒙蒙一片 当你的心情像晴空万里的天空的时候 你可能会非常的开心 可是当你的情绪就像来了一片乌云的天空 你可能就跟着往下拖 但乌云代表不好吗 负面的思想真正代表属于你的状态吗 其实这个就是作者透过这本书 要我们去思考的 你怎么去面对这个负面的思想 你怎么从里面去让自己挣脱出来 你怎么去甩掉这片乌云 重新看见阳光 其实作者提醒我们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方式 好好的来审视你的想法 然后你不要受到它的影响 你的想法是怎么形成的 它背后有什么原因 而这个原因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当我们仔细了解这个想法的形成的原因 跟它可能带来的后果之后 我们就比较容易做行为的判断 这本书的最后很有趣 它提供了一些具体可行的方式 而且是可以亲自一起进行的方式 譬如说 他说我们可以偶尔花点时间 留意自己的身心 头脑的运作方式 譬如说 你现在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想法 你心里的状态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它们 还有就是留意那些美好如白云的想法 特别是当你的状态是乌云密布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从乌云当中去找到白云 然后当你专注于那个白云之后 也许你就能过云见热 再来就是 你也要仔细留意乌云 这些乌云是怎么来的 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让它不断的扩大 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当我们仔细约查我们的思维的状态 你的心里的状态 我相信我们就比较能够 以一个不变应万变的态度 去面对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和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 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 你永远沉得住气 你永远知道自己该怎么因应 因为你很了解自己 我想这不仅是每个大人必须学习的 也是每个小孩 其实可以透过这本书 去练习觉察 去了解 去实践